第一个如何把公式丢到储存格里面 原理原则就两个 第一个是什么 如果把这个丢到我们那个回圈里面 回圈里面就三行 非常重要回圈丢到哪一个储存格 丢什么东西 这个东西丢过去的话 记得两件事要处理 第一个就是双引号要变两个双引号 还有利号把它变成IUK 所以写完之后的话 就是长这个样子而已 所以基本上就是在module里面插入程序 然后先把这个回圈打出来 然后这个回圈基本上打来打去就会长这样固定了 所以你就把它熟练就好了 然后丢到哪一个储存格丢到H栏 所以H栏你就写成这样就好了 Sales的IUK的H栏 那再来后面就是把双引号先打了 所以原来是一个清除嘛 然后你就把那个东西贴到上面来 OK这样就完成了 那清除不用讲了 这应该很简单 所以这个OK清除 那再来的话就是再把那个两重逻辑撰写 然后把这个改成多重逻辑 OK应该没问题啦 就是说应该都看得懂 但是要把它打出来 可能要花一点时间要练习 大概就这样而已 OK 好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是再来看制定函数 我们有两个制定函数 OK 一个是成绩函数 一个叫成绩多重函数 那用的方法就这样 这个是按按钮 那这个的话呢是插入函数 使用者定义嘛 那成绩函数合格不合格 所以他会问你说 你的平均成绩在哪里 那你给他 他返还一个合格给你 那向下填满 这个是成绩函数 第二个是成绩多重 OK多重 多重意思说 我一样给他平均成绩 但是他给我的是ABCD 差别在这里而已 那这个要怎么做 OK前面也做过哦 对不对 那只是说呢 你要怎么样把这个制定函数 给变出来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这个方选 首先第一个呢 我们要 我先产生一个 第一个的话一样嘛 就是先怎么样 先插入一个方选 插入一个那个 从这边插入一个程序 那名称记得 我名称叫做成绩函数 你就把成绩函数输入到这边 选方选按确定 确定之后呢 他可能这个没有 他就讲这样 有没有 一个public的方选 然后名称叫成绩函数 然后end function 大概结构这样 那里面的话呢 当然第一个 我要跟谁用的要资料 要什么 你给我一下平均成绩 所以我把平均成绩输入到这边 接下来的话 他会给你一个平均成绩 所以剩下来我们就可以做逻辑判断 所以逻辑判断怎么下 其实有个方法 我前面好像 你甚至可以拿这个来改 就是for回圈里面的这个逻辑 你可以复制一下 就是不包含那个 成绩函数里面的那个 就是forness里面的东西 那你把它复制之后的话 贴到这边来改 其实也可以 其实怎么改 我一样把它先 因为它太右边了 我把它按shift加tab tab是那个往右边缩排 那shift加tab是突排 是往左边 ok shift按住了 那改怎么改 1 请你把那个 因为它会给我平均成绩 请你把sales1 改成这个 平均成绩 意思就是说 刚刚是去上面抓 然后再抓完 判断完丢 自动的 sab是自动 那function的话 是使用者给你的 所以他只会给你一个 也许他就选了这个 还把平均成绩 80分放这边 然后判 那再来的话 合格不合格丢哪里呢 记得是丢回给 这个成绩函数本身 因为将来你游标放这边 那他自动会把成绩函数 里面的东西 再丢到你现在游标 放的那个位置 因为有两个 所以我就丢两个 好成绩写好了 方选大概就是 这样就ok了 所以基本上 刚刚你那个会写 这个应该也会写 就是说把那个什么 输入的部分 这个sale1栏的东西 输出的话呢 就是成绩函数 而不是输出到x栏 大概是这样 ok 那我们做完之后的话呢 run run一下应该就 把它跑一下 这边 成绩函数出来了 成绩给他 合格不合格 合格按确定 向下填满 这样就ok 那另外的话呢 如果你要把什么 把它改成多重的话 那其实跟刚刚那个逻辑一样 上面这个改完下面 那其实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边 Ctrl C Ctrl V 这边改成成绩 多重函数 ok 这边加个多重 那其他 另外还要记得哦 如果上面改了下面 也要跟着改哦 你不能这边叫多重 下面呢还叫成绩函数 哦不对 所以这边要贴 这边要贴 那再来的话 平均成绩这个不用改 因为一样他给我 那 另外的话 改法跟刚刚一样 有没有 所以你这边可以 哎 大于八十分 那这边可以给A 有没有 那这边直接改D算了 好 然后再来 把这个Ctrl C 改法跟刚刚一样哦 Enter一下 倒车过去 这个把它改成B 有没有 七十分 那这边是B 另外的话 记得就是 前面再补一个L 一幅 因为他是 第二个啦 ok 那这边Ctrl C Enter 贴上 那这边的话呢 就是六十 改成C 这样就ok了 反正就是类似 这样的一个流程啦 有时候做顺的 你应该差不多 像我的习惯就这样 反正我就按照那个流程 那个Tempo 只要有抓到 其实好像都蛮顺的 好 所以应该 在最后再Check一下 看有没有打错哦 哎 好像有打错 有没有 这边好像多一个Else 哦 刚刚多复制到 好 不要多的东西 If Elif Else 好 因为我最怕的同学哦 那个多打了一些东西 像刚刚同学 好像奇怪 前面就自己都打一个衣服 这个不用啦 这个丢公式 前面不要衣服 我看刚刚同学 好像就 就直接自己在这边先打一个衣服 这样子哎 那你移开开的 他一定看不懂啊 对 他就想 奇怪了 你这边怎么多一个这个 他看不懂的东西在那边 他就会变红色了 ok 所以 城市最麻烦的地方就是哦 他一定要100分 他没有那个99分的 哪怕你多一个东西 少一个东西 都不行 最麻烦的地方 所以 像我的习惯哦 就尽量就是你 为了避免这种错误 所以呢 我的习惯就是说哦 我会有一个 一套就是习惯的写法 反正我就照这样的写 标准的写法 那基本上就确保一定不要 不会错 但如果你们还没有那么熟的话 那 你不如就是哦 拿已经写好了 像这些当范本 然后以后怎么样 先贴上去用改的 有没有 反正架构都一样 差别就是说 就是里面的那个逻辑的来源 跟那个数字啊 或者是丢什么不一样 那你就用改的 有时候哦 反而比较不会错 好 我是建议啦哦 那你不要说一直用贴的 慢慢如果习惯 那就慢慢自己可以打 打顺呢 其实就可以不用贴啦 哦 不过大部分的话 还是确保不要错 贴来改 好像会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OK 所以那做完之后的话 我们就是 这边我刚刚把这个做完贴过来 那最后来乱一下 如果OK的话 那这个制定函数就OK了 好来 这边给他 A 然后向下填满 看要不OK 看起来没问题 好来 画面还给各位试一下 好 这边的话基本上 有一点是我们把这个前面的VBA复习 另外呢 再加入一些 逻辑判断 那逻辑判断今天主要是两重跟多重 OK 这两重跟多重非常重要 因为以后 城市里面 理论上应该都会有逻辑判断 很少没有逻辑判断的那个词字 所以 这些东西如果你熟的话 以后你要做城市撰写 就会简单一些了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 好 好